第1556集 孕妇王云元峰和三叔 云西找了个借口从云家出来 不由地抬头 看了眼已经停了雪 灰黑的天空 她闭上眼 苦笑了声 不过是一个多小时的交谈 却让她看尽了云家人的嘴脸 云元峰迫不及待地贪婪 三叔小心谨慎地试探 唯独二叔一句话也没说 还当着云元峰的面 问了她冬天伙食费够不够 那一刻 她看着自己的亲爹 心里头说不出的讽刺和笑话 在这个家里 清晴淡薄 剩下的只有利用和算计 她现在似乎能够理解 为什么沐飞池会在明渊宴会前 就故意支走云元峰了 如果她真的在场 她这个第一名员 还没有竖起来的声望和面子 就能够在一夜之间 会在云元峰的手里 二婶打包了两盒红豆糕 追了出来 也知道她在这个家里 没有胃口吃东西 拎着食盒 给她递了过去 明天开始啊 我会把涨嫁的事情 都交给云楚涵 你的东西啊 二婶会帮你守好 不用担心 别人或许不明白 云星为什么要让云楚涵 试一试 她涨嫁了大半年 怎么可能不清楚 云家的事情 大事小事地加起来 能够忙晕人 云楚涵布置天高地厚 正好让她体验体验 让她彻底地死了这条心 有她抛砖淫浴在前 以后云西涨嫁了 一对比优劣就出来了 云西点点头 转头看了眼追出来的云楚涵 跟二婶道了声线 抬脚出了院子 大姐 你等等 云楚涵把腿 追出了院子 云西也没有停下来 只是偏头扫了她一眼 轻够了勾唇 怎么 你这是想不明白 我为什么会让你试着管家 特地追出来问 不然呢 你能有那么好心吗 云西的手段 她很清楚 云紫灵蠢 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 可她不一样 她不会在云西手里吃亏的 我确实没有那么好心 也不怕告诉你 让你试一试 对我来说够不省威胁 你做得好 爷爷最多也就是夸赞几句 做得不好 反而能给我当陪衬 我一点也不吃亏 到最后 继承云家掌家大权的人 还是我 除非我死 否则你永远都没有资格 我现在已经是第一名员 忙得不可开交 你自己送上门来替我分担 我省心省力不用操劳 为什么要拒绝呢 你 云楚汗以为自己占了便宜 可被云西这么一说 她反而被算计了 而且还傻到 自己专程送上门去 往她挖的坑里跳 实在是太卑鄙了 现在她在爷爷和父亲面前 夸下海口 要后悔也来不及了 只能硬着头皮上 神力不讨好的事情 她还是第一次做 你别高兴得太早 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来日方长 你要有什么意外 云家也还是我的 云西顿了顿脚步 挑眉 看见被气急了 口不择言的云楚汗 笑着拍来拍她的肩膀 哈哈 嗯 既然来日方长 那你就好好干 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呢 为了得到云家 就这么有干劲 也省了她还担心云楚汗会给自己惹事了 真是一举两得 云楚汗目光不够长远 想不到这一层 云西也不跟她多说 转身 快步往大岳门口走去 边走边给木飞时打电话 可没走出几步 云园风便从屋里追了出来 一路跟着 追到了大岳门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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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